中俄核延大客机要用英国发动机?中俄为何造不出? 来源——独立报。 在去年国产单通道大型飞机C919成功首飞之后,中俄联合研制的CR929成为我国大型民用飞机发展史的又一个标志性事件。 CR919选配的是CFM国际公司研制的LEAP-XEC发动机,CR929将会选配哪种型号的发动机成为关注焦点。 俄罗斯独立报16日报道称,英国罗罗公司Roy计划为中俄联合研发的CR929远程框铁客机提供发动机。 报道称,目前无论俄罗斯,还是中国都无法为这款中俄联合研制,在中国组装的客机提供具有竞争力的发动机。 俄罗斯独立报报道截图 去年12月中国商飞与俄罗斯联合航空制造集团的合资企业,中俄国际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要求飞机零部件的潜在供应商,必须在今年5月底前提出报价。 罗罗罗公司代表保罗·斯特恩·Paul Stian表示,CR929是一款出色的飞机,我们想成为这款客机的发动机供应商。 中俄两国希望建造的这款远程客机框体载客量为250至300人,以便未来与空客和波音公司的相关型号展开竞争。 项目预计金额为160亿至200亿美元。客机计划于2025年首飞。 专家认为,远程飞机市场在未来20年将达到2.3万亿美元。 中俄计划利用这款飞机占据部分市场。 这只有在中俄研制的飞机比博音787。和空客A350更有成效的情况下才能实现。 俄罗斯消息报。图。 俄罗斯联合航空制造集团认为,2045年前,这款客机订购量将达到7000架以上,其中中国将购买其中的15%,其他亚太国家将购买近30%。 俄罗斯需求不超过5%。 目前,CR929仍处于初步设计阶段,发动机是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 报道提及,目前世界上只有美英法俄四国能生产适合大型客机的发动机。 中国仍在发动机领域进行公关,俄罗斯在这一领域的研发也停滞了数十年。 俄罗斯计划研发的PD35发动机计划,于2023年完成验证样机的研制工作,2028年可能投入批量生产,未来准备用于CR929克机。 因此,CR929克机将不得不暂时使用外国发动机。 文章称,罗罗公司为CR929提供的发动机可能是Trent 1000系列发动机。 在中俄确定CR929最终外观和技术指标后,该公司将确定提供何种发动机。 英国公司的系列发动机全球闻名,欧洲空客多款客机都选用该公司提供的发动机。 不过,目前,CR929远程宽铁客机的研制方并没有,对英国发动机公司的表态发表评论。 据彭派新闻此前报道,中俄远程宽铁客机是两国企业在高科技领域,开展物质合作的重大战略性合作项目。 2016年6月25日,中国商飞公司与俄罗斯联合航空制造集团签署了项目合资合同。 东方IC图 2017年5月22日,双方企业在上海共同成立了合资公司,中俄国际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作为中俄远程宽铁客机项目的实施主体,合资公司主要负责项目研制开发的策划、组织、协调、管理与实施、全机技术集成和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 2017年9月,中俄联合远程宽铁客机正式命名为CR929,CR分别是中俄两国英文名称首字母,代表该款宽铁客机是两国企业合作研制的先进商用飞机。 929中的9是最大的数字,寓意长长久久,代表双方合作深远而持久,也代表该款飞机寿命期会更长,运营期会更久,合资公司发展规模会更加壮大。 2表示该款飞机由两国企业携手合作,联合研制。 中国商飞机公司副总经理,中俄国际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时间中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CR929项目要经过立项、可行性研究、初步设计、研发制造、交付市场等阶段。 宽体客机将按照国际主流式行标准开展研制。 根据研制经验,从项目启动到实现首飞,预计需要7年左右时间,到实现产品交付预计需要10年左右时间。